山西里面都是以火力发电为主 提到这个火力发电的话 其实每座城市都有 太原有 你看像山西比较大的城市就是太原 包括呢还有就是大头 大头是到了山西最北边了 那里面那边比较有名就是云当属书 然后呢还有像我们山西的 中部呢就是指的太原 那么像新州那边 包括呢还有就是太原的南边 像什么林峰啊 或者是说这个近城那边 运程那边它都会有 都是以火力发电为主 那其实这个火力来 火力发电呢如果说光是山西省的 老百姓来用是足够了 是用不了那么多的 但是它会输送到其他的省份当中 就比如说北京 因为北京四分之一的用电量 都是靠山西所供给的 我们经常来形容山西这个地方呢 说我们就像一个蜡烛一样 燃烧了自己照亮的霉人 而且污染是留在来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的 那么其实提到霉的话呢 老百姓也有这样一句口头禅 我想到除了这个梅老板之外 另外想到就是污染 就是污染比较严重 因为也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也是接我们一个台湾客人 其中有一个姐姐就跟我讲说 其实我在早在很多年前 我就想来山西 但是我听他们讲说 那边污染特别严重 我就不敢来 然后呢就来了之后 觉得说这两年还好 就是没有想象到那么严重这样子 跟他想的和人们讲的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这两年的确是有改善嘛 所以说这个山西人啊 就是扣了这么两件帽子 一个就是梅老板 另外一个就是污染比较严重 因为这里来讲的话呢 都是以中工业为主吧 那我们像现在的话呢 很多这些产业都开始做转型 你看如果说原来的梅老板 他如果还在做煤炭生意呢 可能挣着原来很多年前 挣着钱可能都要赔到里边去